那么今天第四个内容呢 叫SSH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呢 我们称之它也是一个重点的东西 因为以后天天用 你只要用Linux 你得用它 叫SSH SSH呢 先把它翻一下 它的这个全称叫什么东西 全称呢 我们称之为叫 SECURE 叫这个 叫SECURE SSH 翻译的中文叫 安全外壳 叫安全外壳协议 这个SSH也就是我们后面所学的那个SSH脚本 后面要讲到的SSH脚本 叫安全外壳协议 那这个协议它主要用来干嘛的呢 这个协议呢 它有两个作用 该协议有两个常用的作用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用来做这个远程的一个连接 远程连接的协议 这是一个协议 第二个协议呢 就是远程的一个文件传输协议 那其实最主要的哪个呢 最主要的是这个 后面这个呢 只不过是它这个附带功能 后面这个是附带的 因为它能够实现远程连接 所以呢 也能实现文件传输啊 远程连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东西啊 它叫还有 SEC URE C R T 听过吧 哎 这些呢 干嘛的呢 这些就是我们待会要讲的 就是说 一个终端的工具 因为以后服务器肯定在机房 我们不可能说去机房 操作服务器 那么这些命令的话 到时候我们在哪输呢 就在我们的远程中端里面输入 啊 那远程中端用的什么协议 用的就是SSH协议 啊 这个协议呢 它是用来做这个远程远程连接用的 啊 这个地方呢 需要注意一下的 然后这个协议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远程管理服务器 啊 然后还需要知道的 根据这个协议需要知道的东西就是 这个协议啊 它得使用一个端口 哎 这个端口号呢 默认是多少呢 二十 二 二十二 二十二啊 端口 端口是啥呢 端口是啥 哎 端口不是接口啊 端口是什么呢 咱举个例子 那咱一个房间 一个房子里面 有好几个房间 假设有五个房间 那么五个房间 是不是每个房间都应该有个门呢 哎 都应该有个门 现在到现在的话 假设呢 我要从这个门 要去窜门 窜另外一个门 那我是不是得去把这个门打开 打开之后你才能进去吧 你要是不开门能进去吗 不能哎 那就说明 你要做一件事 你先把这个门打开 那么服务器其实也是一样的 服务器要想和其他地方进行通信 他也需要把这门打开 那这个门是什么呢 这个门我们就称之为叫端口 门就称之为端口啊 需要把这个端口给它打开 然后你才能进去 或者说出来 如果把门关上了 没那个能力啊 不能穿墙啊 所以呢 必须要开这个端口 这个端口就是相当于这个门 然后呢 他用的默认端口呢 就是22啊 他用的默认的门 就是22号门 然后端口这边呢 默认是22 不代表说永远就是22 有默认值就可以被修改啊 是可以被修改的 只不过如果你不改他 默认就是22啊 默认是22啊 是可以呢 被修改的 那如果要修改的话 肯定得有个地方给我们修改啊 对了 如果需要去修改 则需要去修改 SSH服务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在哪呢 咱看一下啊 那配置文件肯定是在ETC下 这个呢 毫无疑问啊 ETC 那咱直接用VM吧 ETC下面的SSH 有这个目录啊 找一下 第一个就是啊 在ETC下 SSH下 SSH下滑线 config 这个文件 这地方呢 给他写一下啊 配置文件呢 位置 ETC下面的 SSH下面的 SSH下滑线 config 这个呢 就是SSH服务的 它的一个配置文件 由于这个服务呢 是内置服务 所以不需要我们去装啊 自带就有了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看一下吧 这里面呢 它代码呢 经过着色了 有颜色 并且有行号 请号开头的 通通表示注视 通通表示注视 我们往下翻啊 往下翻 看哪个地方 咱能看到22 看到了吗 39行吧 39行 默认使用的端口是22 那如果说 我想改 那怎么办 如果你想改 你先把这个注视服 给它去掉 就是先把这个警号 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 22 你就可以改了 比如说 我改个 2万 那我再加个0 行不行呢 再加了行不行呢 所以这次就不行了啊 端口号你可以改 但是不能太随意 端口号可以改 但是不能太随意啊 这个地方啊 我们先给它还原一下 还原一下 先上的22 然后前面呢 这个呢 也给它 加上吧 就是说端口号 我们要改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改 但是你改起来呢 不要太随意就行了 端口号呢 它是有范围的 你不能操作那个范围 这个呢 就是端口号 端口号 端口号啊 可以修改啊 但是得注意两个事项 两个事项 第一个事项 首先呢 注意一个范围的问题 注意范围 端口号的一个范围 是从0到65535 不要超过这个值 不要超过这个值 而且65535这个值 也建议大家记住 建议大家记住这个值 这个值呢 是我们计算机 二进制 16位的 16位二进制的最大值 不能再大了啊 不能再大了 16位二进制最大值啊 最大值就这么大 所以呢 计算机的端口号 也就这么大了 这个跟操作系统没有关系啊 Windows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端口 不能再大 以前听过加1吗 加10086呢 一般就是一个人说一件事 后面跟那个加1 表示后面这个人 对前面这个人说的话 很同意嘛 然后加10086呢 表示非常同意 是吧 其实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最早从加6535开始 加6535表示 最大值了 不能再同意了 但是呢 现在的话 由于这个高端型的人才呢 越来越少 所以一般都是加1 加10086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就表示非常同意的意思啊 这是0到653535 6535这个值这个范围 这要确定一下 第二个就是 不能使用别的服务已经占用的 端口号 假如这个门 这个门呢 我这个教室呢 有个门是吧 这个门在这 非得呢 把这个门卸下来 放到别的门里 别的教室里面去 这样的话能用吗 肯定不行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得注意 这个端口号 如果这个端口号被别人给占了 被别人给占了 那你只能换一个 你只能换一个啊 所以这个端口 是得注意这个问题啊 我们现在呢 目前只接触这个22端口 等到我们后面学的东西越来越多 你会发现端口其实越来越多 这个端口得注意一下啊 有这么两个注意事项 端口号呢 有这两个注意事项 注意一下啊 如果要改的话 在这地方改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地方 建议大家改 以后建议改 现在不要改 为什么现在不要改 因为现在这个22端口号 端口它是可以正常通信的 你但凡是改了 你后面用不了了 为什么用不了 因为这里面还有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个它 防火墙默认是允许22 但是你改了一个其他的 那就不一定了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咱先不改 因为咱现在没有讲到防火墙 所以先不动的啊 现在就注意这两个事项就行了 一个范围 一个 端口别被赞了 知道这个地方可以改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地方不改就退出来了啊 网号X退出 将退出之后的话 那后面呢 既然它是一个服务 它能不能被停止呢 那是可以的啊 它是个服务 那肯定是被能被停止的啊 服务的一个启动 或者说停止 或者说重启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是不是会两种方式来啊 第一种 SER VRSE 然后服务 服务叫SSH 注意 还有个D啊 还有个D 咱之前那个 阿帕奇是不是叫HTDPD啊 当说了这个D表示守护精神 就是守护呢 就是它是长时间运行的啊 SSHD 那如果说你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服务 我们可以看一下嘛 PS EF GIP SSH 来看看 是不是 对吧 SSHD吧 没问题吧 行 那这块的话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服务名呢 是SSHD SERVS SSHD 然后呢 启动就是START 停止就是STOP 重启就是RESTART 这个是这个语法 那么除了这个语法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叫 IETC下面的 IIT.D下面的SSHD 看这个文件有没有啊 LSETC IIT.D SSH 有没有 有吧 有的吧 有啊 OK 所以这个方式呢 也行 加上我们对应的这个START STOP和RESTART 两个语法 用哪一个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东西得注意一下 由于我们这个服务 它后期需要去提供远程连接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如果说我想控制这个服务器 你能不能不能停掉啊 你就不能啊 所以这个服务的话 一般是作为Ninux必须开启的一个服务 你不能不能停掉 你停掉了 你后期连不上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 处于学习阶段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那么还是 还是这 然后呢 这地方呢 我来重启一下 比如说R1FTRT RESTART 可以吧 哎 没问题啊 然后SER VRSES SERVS S HD R1FTRT 一样吧 啊 一模一样啊 可以啊 所以呢 它是可以被我们通过SERVS和InitD里面的这个快捷方式来进行相关操作的 但是这个操作呢 仅是咱在这个学习和测试阶段可以去用 但是以后工作的时候 不要建议频繁的去用这个命令 啊 特别是这个停止 特别是停止 你重启 反无所谓 大不了断一下重点就是的 你要停止了 它和进网卡感觉差不多的啊 行 那么这个是服务呢 这个地方介绍 一个是端口号注意 22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 他们是能够被这个重启和停止 还有启动的啊 好 接下来的话 咱俩要做两个很有意义的事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远程终端了 这也就是今天有同学问啊 在这里面 我不能用滚动条怎么办呢 不爽啊 看前面都看不了 啊 接下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啊 第一个 远程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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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通过一个工具啊 能够连接到我们远程的服务器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服务器 像这个界面 因为服务器在我们本机上 所以这么方便 那要是以后服务器在机房呢 就没这么方便了 那到时候的话 我们就通过远程终端 去连接服务器了啊 终端工具 终端工具啊 主要的话就是帮助 帮助这个运为人员呢 连接远程的服务器的啊 就这么一个作用 那常见的这个终端工具呢 目前的话有这么几个啊 终端工具 终端工具 有 第一个 XSEL 第二个 SEC SEC URRE SEC CRT 第二个 第三个 PUPTY 这三个工具 目前的话 它的一个债务率是比较多的 那么不管是哪一个工具 既然它是程序 就可能会有收费和免费的 这么一说 那至于用哪一个 各位到时候可以自己选 没有强制性要求啊 没有强制性要求 大家呢 现在可以从我的这个里面呢 去取下文件了 在这个远程中单工具里面 一共有三个层序 三个层序 一共是56兆 喜欢拿哪一个 拿哪一个 但是 我会以这个为例 啊 没有哪一个都行 嗯 为什么用它呀 你看嘛 519k呀 一共是56兆 它连零头都算不到 而且这个软件还有好处就是免安装 不用安装的 你直接运行就行了 后面的两个是属于安装的软件啊 后面两个需要安装 所以想用哪一个 用哪一个 没有强制性要求 也不会说去 以后去公司 强制你用哪个软件 不会的啊 想用哪个用哪个就行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以这个Puty为例啊 以Puty为例 拿到这个工具之后呢 直接运行就行了 不需要安装 直接运行 然后 我在里面的话 由于之前我本身已经连过一些服务器了 所以后面呢 有一些记录啊 那如果你没有连过的话呢 其实这边是空埋的啊 没有东西 只有一个default settings 然后有同学 你也不要指望啊 有中文版的 不好意思 没有 没有中文版的 Puty也没有中文版的 网上有焊化过的 但是焊化的软件容易出bug 不稳定啊 所以这地方的话 就老老实的用英文的 怎么去用呢 这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东西 这地方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东西 22 22 22刚才介绍过了 是他的一个 端口号吧 并且地方也写了一个 泡的 是不是 然后 这地方呢叫 host name or ip address host name or ip address 这地方要输什么呀 输 主机地址 或什么 ip地址 是吧 然后connection type 连接类型 是不是默认就这个呀 啊 行 那这里面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做的就是输入我们服务器的 ip地址 但是你得确保 你的ip地址 能够被拼得通 那我来先检查一下 if if config 你得先知道你的ip啊 我的是21.128是吧 行 然后怎么办呢 我在这里面出入cmd 我先平一下 我来确保一下 他俩是像通的 通不通 通 通就行了 你要是不通的话 你再通过终端 什么终端都没有用 啊 必须得通 先确保这个ip 他是通的 那么终端的话 那么要连终端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先去获取我们的服务器的ip地址 那么ip地址呢 可以呢 通过我们先前学的 ifconfig 命令进行查看 你千万不要用下面这个ip啊 千万不要用下面这个127 用127的话 你在屏的时候你发现也通 但是你屏的不是我们inux 你屏的是windows啊 所以肯定也通 所以这地方得注意一下 一定要找对ip 找好了ip之后呢 屏没有问题 那就ok了 恭喜你这个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连接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终端去连接了 嗯 然后呢 顺手测试一下 ip的连接 相通性 看通通 哎 这是通的啊 没有问题 行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开始用这个终端了啊 打开putty 打开putty 然后呢 输入相关的信息啊 输入相关的信息 要输入哪些 这里面给大家解个图啊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输入ip 192.168.211.128 端口号本身就是22 我们没有改吧 类型是不是也默认的呀 哎 ok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好 那为了更加像一点啊 为了更加像一点 我找一个画笔 把我这些呢 都给它涂掉啊 要不然看这种感觉有点不像 哎 都给它去掉 都给它去掉 嗯 打嘛 这个也行啊 行 去掉之后呢 那这里面的话 这一边需要注意 我们填的是 它的一个 ip地址 这个呢 填的是ip地址 我们服务器的ip地址 然后上面这边呢 就是端口号 端口号 由于端口号呢 我们默认没有动 所以呢 22不用改 然后填完之后 干嘛 点它 点open open表示啊 打开啊 表示打开 行 哎 输入相关信息啊 已经输好了 输好之后 点击打开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的同学会弹出一个警告框 有的同学会弹出一个警告框 看有没有 有 截个图给我呗 发个图过来 我这个为什么没有这个警告框呢 因为我之前连过了 所以没有啊 对 会弹出一个这样的警告框 这个警告框呢 你不用看了 也不用读了 我大概告诉你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们需要远程连接这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呢 它会给我们一个钥匙 然后一直就问我们 这个钥匙你可不可信 你如果可信的话 你想连 你必须点试 如果你不想连 点否则取消 那我们肯定想连呢 所以点试啊 一定要点试 不点试你连不上 点试啊 点试 随后呢 第三个步骤 在弹出K 确认的时候呢 点击试 点击试 一定要点试啊 点试 以后不会再提试 以后不会再提试 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 现在像我这边 看到这个界面一样 login as login as login叫登录 as作为 问你作为什么身份登录 那其实想让我们出啥呀 输用不明嘛 是吧 所以输入一个root 输入一个root 输入一个root之后呢 按回车 这个又是干嘛的呀 root at 这个地址的一个密码 password密码嘛 行 那么现在开始出密码 注意他输密码的时候 和我们wininux一样的 没有提示 你输完之后 只要你确定对 按回车 没问题吧 看到这个效果 声明已经进来了嘛 对吧 行啊 这地方需要 输入一下这个密码的输入啊 前面呢 login as 输入用户名 输入用户名 用户名 然后这地方呢 输入密码 密码 没有提示 没有提示 完成之后 完成之后啊 之后 按下回车 输入登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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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提示 来就行了 那么输入完成之后呢 只要你看到 什么什么 at localhost 那么恭喜你 你这个 就已经进来了 就已经进来了啊 看到这个效果 就已经成功的 进入到我们的 远程上面去了 哎 那么这边 是不是还活着呀 还活着吧 哎 行 那么能不能切换用户啊 这个时候啊 SU Ninux 123 123已经被干了 是吧 没有这个用户了 啊 扫东西是吧 SU Ninux 123 切过去了吧 切过去了 行 那这个时候 我这边是不是 登录了一个用户啊 这边是不是 又登录了一个用户啊 哎 是不是都用户啊 能看出来吗 这边是root嘛 这边啥呀 Ninux 123嘛 哎 所以是 已经是多用户了 那个是单用户啊 只不过是多点登录而已嘛 啊 咱严格意义上 这样多用户 是指多个用户 投入登录 现在已经是多个用户了 嗯 WMI嘛 root嘛 那么这边呢 who MI Ninux 123嘛 这不多用户 投入登录嘛 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哎 所以现在看这个多用户 就比较明显了 啊 多用户登录 OK啊 看到这个效果 说明你已经登录成功了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下载 我这里面的中端软件 去登录一下 看能不能成功登录进来 看能不能成功登录进来 那么这边吧 别人的费 看能不能成功了 我感觉到这边看能不能成功了